好的時候其實因為沒地方可以排 所以它靠蒸發它還是一樣 還是積在這裡 山坑車站旁的這處無障礙坡道 從過年前就積水不退 德厚里里長嘗試的改善 卻發現水根本排不出去 一些輪椅族啊 或是說媽媽推的娃娃車要過的時候 他覺得說這樣子都過不了 而且他不能 那邊其實沒有一個地方可以上去 那所以說他就利用這種無障礙坡道上去 那我們看到這樣子其實對它是很危險的 萬一滑倒的時候其實是蠻危險 那我們嘗試著要把它打通 但是打通之後發現裡面都已經是阻塞了 所以才曾經給亦做 找來市政府公務處、居公所等單位會刊 卻發現靠近台鐵圍牆這一側路面 都有積水問題 市議員鄭文廷要求市政府 重新檢視下方排水功能 解決積水問題 這個地方又比較低蛙 那只要下雨就會大量的積水 那等到天晴的時候呢 因為他沒有排水口 所以這些水只能靠太陽照射來蒸發 那所以像我們過年到昨天為止 這麼長一段時間雖然都是晴天 但是那個還是積水的狀態 那今天一下雨 他馬上又很快速的累積 許多的這個積水在上面 那對於民眾出入山坑車站的這個安全來說 也是很大的一個疑慮 那輪椅經過的話 整個積水根本不可能有輪椅會走那一個地方 那輪椅可以走的地方積水他沒辦法走 他勢必要走到馬路上來 那又有這一個坡坎等等這些障礙 對於我們這些身心障礙的同胞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不方便 那因此我們希望公務處能夠盡快的來完成 那也非常感謝公務處承辦人員 他們也體諒到這個狀況的一個嚴重性 他們有承諾會盡快來施工 此外德厚里里長也反映 龍安街198-2022向路面出現破損 下坡處容易打滑 希望能夠爭取路面重新鋪設 車子在經過的同時它會有一些起口起口 這樣子造成路面的損壞 那長久以來因為一直以來 它都沒有作為說長大的維護 那現在這邊居住人口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會擔心說它的安全在山坡地的情況 這是負荷使用的 所以我們才澄清給翼座說 希望公務處或其他單位能夠幫忙協調一下 在這個路面的養護上面能夠有一個改善 原則的劃分是很早以前就是這樣子劃分 但是這樣子劃分下來 會變成龍安街那一段是由公務處在主管 那如果以這個德厚里來說的話 就只有外面那一條路是由公務處圍管 但是進入巷道的部分 因為他們整個里幾乎都在198項跟220項的範圍內 那最近在這裡又有一些新的社區 新的大樓完成 然後很多住戶進駐 所以使用這兩條巷道的民眾增加 那他們出入的安全上就必須要更加的留意 因為圍管單位的不同 所以變成是要由區公所來圍管 那大家也都知道區公所的經費有限 那因此我們只能請這個有人孔蓋的這一些廠商 一起來協力把這兩段的部分 一起來做一個路面的刨鋪 由一項弄地面的圍管單位 分屬於市任府公務處和區公所 道路要全面刨鋪有其困難 市議員鄭文廷將請管線單位 在施作人孔蓋時協助將道路重鋪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請準備好 cic